世界正在加速变化,这为我们提供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危险。 我们都知道,911恐怖袭击之后,科技和全球化将曾经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力量转移到个体手中,提高了恐怖分子的杀伤力。 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侵犯使欧洲各国紧张不安,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扩张让邻国忧心忡忡。 从巴西到印度,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与我国的中产阶级�竞争,他们的政府也在寻求在国际论坛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无人制止的地区性侵略,在乌克兰南部、南中国海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地区,将最终影响到我们的盟国,并且有可能卷入我们的军队。 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规范都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 面对网络攻击,我们正致力于制定并执行通行规则,以保障我们的网络和公民的安全。 在亚太地区,我们支持东南亚国家,他们同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商讨一套行动准则。 我们努力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领土及领海争端。 那种合作精神必须激发全球的活力,对抗气候变化。 这是一个悄然潜入的国家安全危机,将影响你们的军旅生涯。 因为我们会受到召唤,应对难民潮,自然灾害,争夺水和粮食的冲突。 正因如此,明年我将使美国站在最前沿,制定一个保护我们所在的地球的全球框架交约。 众所周知,当我们以身作则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力总是更为强大。 我们并不能把自己排除出适用于每个人的规则。 如果我们的很多政治领袖都否认气候变化,我们就无法要求别的国家承诺抗击气候变化。 尽管我们的军队最高将领反复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推进国家安全, 美国参议院仍然拒绝批准。 这就是我们呼吁中国依照公约解决海事纠纷的时候,变得困难重重。 这不是领导,这是退避,这不是强大,这是软弱。 这和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等领导人的风格完全不相符。 我们为了人类尊严而采取行动的意愿,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超越了理想主义,这事关国家安全。 民主政体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彼此兵戎相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由开放的经济表现得更好,并且成为我们的产品的市场。 对人权的尊重是动荡与助长暴力与恐怖的民怨的一剂解药。 自由开放的民态,民态,民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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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